谢谢你们 都被远警带回警局了 龟典还在胡言乱语 眼神涣散 他简直喝梦了 不只打温奖还骂警察 很痛 你还在带我 你还在带我 你要带我什么 你还在带我 酒醒后龟典知道糗大了 想从警察局的后门偷偷溜走 铁门一开看到媒体 又立刻跑回警局 躲在柱子旁边不敢露脸 看起来很狼狈 但是打人当下倒是很嚣张 就喝很醉 然后就是 就是拿着 吹着拳头 然后打 硬讲的他的脸部 然后就流血 然后 眼睛也断掉了 二十六号清晨 龟典喝醉酒 经过病例商店的时候 看到一台清晨车 他想搭车回家 但是诚信资机 还在商店里面缴费 好声好气 请龟典稍等一下 没想到龟典就生气了 用力踹车 还动手打人 现在陈先生的伤势状况好不好 还应该喝我这个 虽然双方达审和解 但是龟典骂警察 还是被依照妨害公务罪移送 龟典曾经是综艺节目的通告艺员 之前在夜店偷摸女生屁股 被宝权赶出来 也被踢出节目班底 现在改行到夜店当公关 行为更脱续 打司机 骂警察 现在仍如其名 真的要龟缩一阵子了 东西新闻 在台北报道